3D恋应能救命 2011年外科医师安东尼·阿塔拉 手捧恋应肾脏,吓坏人 却也开启3D恋应能救命的序渠 去年英国人Eric因恶性肿瘤 吃掉他大半张脸 医师把3D恋应出的矽胶人皮植入 在台湾则利用3D恋应术前模拟软体 帮受枪伤的港女易小玲成功手术 做了很多吃饭人,我吃东西啊什么 做他们都很好,也吃饭人靠着 当时是觉得很心灰意冷,吃饭都很困难 但是卫老师他用12个小时,16个小时 让你重新找到人生的一个希望 你能够讲一下吗? 嗯,当时也是,抱歉不一定是一个希望吧 试一下,因为真的是没办法 过来就对了,我一直看了 他也知道我情绪不愈落 然后我一直也说,尽量吧 这么厉害的手术怎么做呢? 手术前利用断层扫描 电脑矫正模拟 应用模型为钛金属重建骨板竖形 手术中,变形鳄骨腹腹位 钛金属重建骨板竖形与固定 截取主小腿肥骨骨皮板 接整两节,并竖形成缺损下鳄骨质形成 移植并固定于钛金属重建板 前为静下完成东经脉接连手术 并也有医师利用这套软体 让歪脸辨证了 杰克这回也不会太神奇了 移植开刀时是依 软体设计出的手术刀板位置来东高 术后的脸型跟模拟的一样完美 最大的不同就是精准性 那在以前我用一些很多客观的一些 X光片的计算 石膏模型的计算 那现在的话我们完全就是数位化 在以往来讲我们可以做到 我会说八九层的精准性 那现在我们几乎可以做到 几乎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这个精准性 目前3D裂印用在牙科最多 一颗3D裂印的假牙 先要用蓝光数位取得影像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利用电脑软体去设计 它需要的牙齿的形状、大小、咬合、颜色 设计的这个牙罐 无限传送到我们的制造机上面 拿去做一个齿雕刻出来的动作 3D齿雕机开始雕刻 刻完后还得消烤加强硬度及上射 一天就能完工 3D裂印用在医疗上产值惊人 这些3D裂印能够帮助医疗的项目 从我们几个品项来看 第一个是协助3D的断层扫描 真实转档到真实的物件 第二个我们可能除了转档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到设计 协助医师把不好的颜面 或者是竖前的颜面把它重整到对的 第三个我们就可以把它裂印出来 来做模型的参考 或者是手术导板的使用 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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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